人行道不平整,进出不方便也不安全 在西纸新台湖路172号附近一带的社区前人行道 扑面是破损的很严重,甚至还出现坑坑洞洞,下雨积水 所以在会看之后,市府也已经重新施做了人行道 一号上午一元白配路就前往现场看看使用的状况 这是在今年5月初会看的情况 一眼望去,整个扑面羞羞补补,破损严重 在新台湖路过了水源路往青山路方向的人行道 看过去可以看到一块又一块修补过的痕迹 而且破损严重,周边都是小水泥块 对行经的民众来说不方便也危险 甚至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坑洞,这两天下雨还积水 不过同一个地点现在已经大不同 现在人行道全换上了这种透水扑面 今天我特地来这个汐止 这个新台湖路东方青都社区这边来看一下 整个人行道扑面已经试做完成 然后它这个扑面试做完成之后 整个廊道也变得这个焕然一新 那现在的这个路幅有变得比较宽 那很多妈妈推娃娃车 至少在这一段它不会被原本的摩托车挡住 目前这一段的人行道重建工程已经完工 一号上午,议员白佩儒也特地前往现场看看 现在不但人行道空间变平坦,前方也特地设计了机车停放区 民众说现在人行道坐好好走多了 好像是 嗯,是不是有换过那个人行道的那个比较快 就是地板好像换过之后就没有积水那么严重 比较好走 新台湖这一段可以说是人潮非常密集的地区 所以呢整个路面更新之后呢 这个地砖已经改成透水的扑面 然后不止止滑啦 那走起来更安全 然后也更美观 那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这个新的路段呢 我们会来要求相关单位呢 尽速的来改善 让地方上人行道呢 可以大家走起来更方便 新台湖路也是细致的门面 现在这一段的人行道有全新的风貌 整体生活环境也提升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